我们是居住在加拿大的凯文一家 2023年5月1日 凯文爸16岁的女儿凯利 离开妈妈外公外婆 独自一人从中国飞来加拿大 成为了我们家庭中的一员 自此凯文一家正式荣生为五口之家 本集将跟大家一起分享 凯利抵达加拿大后 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全新的日常生活 姐姐给凯林扎个小辫 凯林可乖了 凯文在这儿观摩一下 等一会儿 一会儿扎个小辫咱们去 真好看 看姐姐真会扎 凯文变成大面包了 凯林头发也是少 我都不敢容易扎 因为它扎了 它就小孩子不是分发了 分发后扎太紧了 就分发了 真好看 太美了 这回看着小小女孩了 姐姐的设备可真专业 夹个小卷的 凯林不知道啥情况的 凯林这头发太少了 真美呀 变成小美女了 真漂亮呀凯林 看姐姐给说的小头发 好了 真好看 太美了 阳光明媚 现在全家一起到旁边公园 去骑个电动滑板车 凯林还从来没骑过这个呢 然后爸爸就来教她 凯林学的好快 马上就上手了 现在爸爸骑着滑板车 带着凯林 往远处走了 然后我带着他们俩 在公园骑自行车 一会儿姐姐跟爸爸回来找我们 两个小小爱手牵手 太有爱了 休息一会儿好累 妹妹还挺厉害 看妹妹可厉害了 哇 看妹妹现在都可以这样 跳杠目 跳杠目 好吧 哎呦天呐 我这一转眼的功夫 看凯林都爬这么高了 一边爬 还一边在那自己说 凯林厉害 凯林厉害 来吧 哇 好厉害呀 这两个在这散步呢 等着爸爸跟姐姐回来呢 吹这小微风好舒服呀 给凯林累的 凯林的表情 像戏精 太舒服了 这公园 我们三个坐在这坡上 坐在这个大树的阴影下边 然后在这吹风呢 然后等着爸爸跟姐姐 一会儿就从这边 骑画面车回来了 哇 爸爸跟姐姐回来了 哎呀 这俩激动的 去追爸爸跟姐姐了 哇 凯莉骑得好好啊 第一次就骑得这么好 真厉害呀 第一天骑得真棒 一人抱一个 对 来这树荫底下乘乘凉 凯莉带着凯林在这 当秋千呢 现在爸爸带着凯林在骑滑板车 好悠闲的感觉呀 鸟语花香的 一直在听到小鸟儿在吊 可享受了几天在这给他按摩呢 这些给他什么的肉给给掉 嗯 可享受了啊 姐姐给按摩呢 可享受了啊 姐姐给按摩呢 可享受了啊 姐姐给按摩呢 不再没吃过了 然后今天爸爸说带他来找一下儿童的记忆 凯莉这个越南牛肉粉好不好吃 好吃 吃完越南粉 然后现在再带凯莉逛逛乌尔玛 凯莉到这都疯了 看到了好多 她喜欢的 买了一个大巧克力蛋 跟姐姐一起三个人一起吃 这是昨天去接鸡的时候给凯莉买的花 然后今天买了个花瓶 把这个花插进去了 现在好好看呢 插在这里 这是啥啊 没对的 没对的 我走到这就闻到香味了 昨天要是就买个花瓶插进去 她就肯定没有这么蔫儿了 看我们的健身房 这回又活力了 凯莉一来 这回有人陪我一起减肥了 我们两个一个跑步机 还有一个是脚踏车 然后凯莉和凯莉就在这边跳舞 脚踏车骑起来 凯莉在跑步 阳光明媚 今天又是24度 夏天已经来了 现在我们又全体出动去Costco 去给凯莉买一台苹果电脑 她需要一台电脑 再给她买一个无线的耳机 然后再到Costco那边吃个热狗 现在每次上车都可热的了 呼呼啦啦的 一大帮 看今天天气好热呀 耶 诶 诶 诶 全家都戴上墨镜了 凯莉看我看我 凯莉你戴法了凯莉 凯莉戴法了 当当 看我们三个孩子都好漂亮 看三个都戴着眼镜 哈哈哈 真好看 照片 我们现在到了Costco了 进去先看看这儿有没有我们要的电脑 这天气太好了 阳光明媚 心情也还好 对凯莉也上去吧 大长腿 这边是卖苹果电脑的 这边有货吗 一样的1200元 这边打折 Costco的电脑正在打折 现在在给凯莉买一个苹果的无线耳机 这边这个AirPod好像今天也打折 好这回买齐了 这Costco是比苹果电好 什么都打折 来这就对了 爸爸选了一个T恤衫半截袖 好了买完了 我们现在买个单 然后吃个热狗 从仓库里面把电脑拿出来了 还有AirPod 这个第三代 第三代最新的 第二代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这是凯莉人生中的第二台电脑了吧 没有过电脑 那就是你人生中第一台电脑 那意义更重大了 第七点减 这个也是第一台 第一台 来吃个热狗 凯莉在那边接饮料的 好可以吃了 这是凯莉第一次吃Costco的热狗 好吃吗 嗯 嗯 还送了一杯饮料 你早上吃面包可以吃 嗯好吃 都喜欢吃 好回家了 再一次 哎呀 真可爱呀 好看哦 凯莉开箱了 新电脑 跟我的长得一样 继续 继续 嗯 语言输入 别创意 行 等一下让你增加一帮你 哈哈哈 哈哈哈 开丽的新耳机 真好啊 开丽新买的耳机 快能充电是吧 对 嗯 充电口 这是姐姐送给她的小帽子 戴在头上可喜欢了 自己穿小姑姑的 还穿反了都 哈哈哈 这两天卡尔加里的夏天提前的来了 五月份夏天就来了 然后每天的温度是27度 结果今天突然之间又降温了 现在得有五度十度吧 挺冷的 嗯 现在周六的早上 我们全家一起去吃个麦当劳的早餐 哇 竟然还下雨了 现在 走了走了 吃麦当劳去了 这一下过雨空气里都是那个泥土的芬芳 好香啊 这味道 这家麦当劳不用排队 挺好 啊 啊 啊 哇 这家环境挺好的 好香的咖啡味啊 这是凯丽到加拿大第一次来吃麦当劳 然后爸爸再教她用这个机器点餐 哈哈 爸爸现在就去餐了 啊 对 儿童他餐 不一样啊味道 比国内的咸 新款的鸡腿宝 这是一个double的牛肉宝 好厚啊 这个是凯莉的 这是啥宝啊 早餐宝 这是凯文的儿童宝 出了麦当劳 对面就是Tim Horton 凯莉从国内一过来 然后就点名 要喝Tim Horton的咖啡 好像Tim Horton 现在在国内挺火的 听凯莉说 哇人好多呀 这边 买个甜甜圈 哇他们家甜甜圈 看着挺大呀 So I got a proposition Baby everything you mentioned Ain't as far as you think it is Cuz baby it's right here You gotta pretend That we're only friends I know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I just can't comprehend Don't know why Justine Mieber 是这儿的代言人 凯莉最喜欢的 Justine Mieber 咖啡 你跟妹妹一起吃 这是凯莉点的冰黑咖啡 是吧 怎么样好吃吗 太甜了 对 我们三个点了一个热巧克力 凯莉点了一个 Double Chocolate Donut 外边还挺冷的 又开始下雨了 吃饱喝足 现在我们要回家了 我们又出门了 正好卡尔加里 现在有一家 我们吃到的那个桂林米粉 味道还挺正宗的 然后带她去尝一尝 今天我们两个化了个妆 凯莉给我化了个妆 还修了个眉 这是加拿大的地图 我们已经开到Downtown了 带着凯莉来吃一个桂林米粉 这是Downtown的一个小Plaza 然后这边有一家桂林米粉店 我们的粉终于来了 点了两个脆皮锅烧粉 是吧 味道挺正宗的是吗 凯莉点的那个 你要点的是不是干的 这是我的那个酸辣鱼碗粉 他们点的脆皮锅烧粉 干拌的 你要吃的是这种干拌的对吗 对 他就是说这个好吃 他就是桂林米粉 我自己以为都是干拌 桂林米粉这边 桂林米粉就是带汤的 然后广西的桂林米粉 是干的 在上海所有桂林米粉都是带汤的 跟凯莉想象中的不太一样这边 有点失落 刚才还挺失落的 结果一吃 觉得还挺好吃是不是 还挺好吃 挺干净的 这蛋糕 挺好吃 对 真的是变态辣 变态辣 这也是干拌粉 最好吃 正宗 挺好吃 挺好的 我之前爱吃的那个厂子不好吃 最佳是花招 1.5 好 挺喜欢吃的 这个很酸 凯莉刚才以为自己点错了 结果一吃说比他本来想吃的那个干捞的还好吃 还挺满意 这个更顺利 这更好吃是吧 好合胃口 我必须吃 我必须吃 这样的飞 正好吃 快速大拇指的呢 看我们现在一家五口正好坐满这个圆桌 吃饱了 回家 爸爸今天把这整个草地全都给修剪了 然后把那个缝里的长的杂草也给修剪了 现在看着好整齐啊 给凯莉染个头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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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头发演奏一样吗 对 能看着吗 我这个 我这个是这种 等一下给你几十多了 我要看凯莉下手 嗯 凯莉下手 我跟凯莉的五天减肥计划泡汤了 于第三天晚上正式终结 然后搞了顿大餐 现在我们要吃一个流汁宽粉 然后还煮了一包螺蛳粉 经典的一克流汁宽粉 哇塞 哇我们自己调的汁上面浇上吃麦叫 哈哈哈哈 两个饿了三天的女人 终于到了第三天晚上疯了 特谢 哇天哪 看着好好吃啊 哇 太诱人了简直 哇塞 太爽了 哇 哈哈 都闻到香味了 终于忍不了了 吃还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 看我跟凯莉连续三天没怎么吃饭之后 减肥之后 然后第三天晚上自暴自弃了 放弃自己了 哈哈 煮了个螺蛳粉 然后还弄了个流汁宽粉 而且还打开了汽水 两个小可爱戴上墨镜了 真好看 现在我们全家一起去吃个火锅 拍拍我 哦 拍拍你 主顿要拍拍你 要拍拍我 哦 拍拍我 要拍拍我 哦 拍你了 现在拍你了 你跟哥哥好好看呢 嘿嘿 这是辣弟弟啊 嗯 吃人机 就在这边 就是挨着大统华的这个地方 有一家快乐小羊火锅 今天来放纵一把 看看凯莉又在这赖看姐姐了 让姐姐背着呢 前边爸爸背了一个 后边姐姐背了一个 一人背了一个 快乐小羊 啊 好香啊 我们来的正好不是饭点 人很少 这边挺大的 耶 对 大的鸳鸯果 我跟凯莉现在去调个调料 对 可以看看想吃哪个 必须把这个 芝麻酱 来一勺 嗯 香菜 它这边还有碟子和勺子 这个不用了吧 不用拿 这是开里调的调料 这个是我调的调料 现在爸爸去调调料了 跟机器人打招呼的那俩 这边是机器人送餐 耶 太帅了 好多菜呀 爸爸送机器人走了 看我们这菜点的 各种好吃的 炸鸡翅嘛 对 那个炸鸡翅可好吃了 鸡腿 对 炸馒头是吧 鸡腿 这是鸡腿 这个是他们家的羊蝎子 来一块 是 很有阻消 炸鸡翅 leak 那个这个 炸鸡翅 到这里 放ってる 房易 哇这个大牛筋都没人吃了 这是什么领域 哇好大的牛筋 吃的好饱啊 我跟凯莉减肥这几天 减掉的那个秤 今天一顿全吃回来 我们俩的减肥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凯莉又赖上姐姐了 又挂在后背上了 现在吃完火锅我们去逛一个dollar店 怕在姐姐身上享受不 哇这里好大呀 我还第一次进来呢 就像进了那个义乌小商品市场 这个啊这就是玩具 小胡 这个dollar店最贵的多少钱呢 好几块呢 不是全都是一个dollar 哇这边什么都有啊 好齐全的 还有国旗呢 饼干不错 饼干也挺好 开玩具不用玩具 开玩具就喜欢玩具 在这吃上喇叭了 就好像到了儿童乐园 这三小孩都不愿意走了 看见啥都想买 我给你帮那边 我一定的 想买它 我也不愿意了 你不愿意了 对我们再来 你的那年轻人 感谢观看